我的獎妃借她呢 然後她要記者會 好奇怪 要愛你的仇子 但也出了這張專輯 七年八月這張專輯 就一直出國 剛好有 這幾年都有機會去日本 表演 我想說我不是只有在寫某一個 其實在春天時期就寫過很多 中文的作品 然後那時候剛好去日本 沖繩 哇我都很開心 其實那邊有一個住著一個 很特別的人 沖繩像日本的野住民 那邊的人有一種氣氛 就很愛唱歌 感覺很開放的 在那個島 沖繩島裡面 所以沖繩島對相對日本人來講 很像日本的野住民一樣 然後有一個歌手在那邊 其實那個感覺好像就是 台灣的張惠妹 日本的沖繩有一個叫 安思那美會 剛剛那種不客氣 反正都已經要到沖繩表演了 我就想說我要寫歌給安思那美會 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然後直接在 就請了那個 一個日本作家叫清末遊相 幫我寫歌詞 真的是設計好的 因為安思那美會 他很厲害 但是那種唱跳歌手你知道嗎 就是要唱歌要跳舞 早期台灣還沒有 我覺得台灣很多唱跳這首都在學 安思那美會 我覺得啦 我就特別問他寫這樣 聽聽看我的不一樣的作品 這是一首日我歌 但我忘記給他取名字了 所以暫時教我這首歌叫 安思那美會 聽一下會不會很飛群好不好 飛群 飛群